在《坚如磐石》里,张艺谋已然实现了自己的四画,题材流量化,画面赛博化,圈前常规化,老年顿感化。 金星依然毒舌,依然敢说,但是这样一番言论,这一次并未赢得更多人的支持,也是争议极为激烈,很快便登上了热搜。 而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国庆党之激烈,毕竟是二部影片,尽管大多数都成了炮灰,但是整个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雅于春节党,可是显然并没有春节党那么大的体量,甚至还不如以往的国庆党。 当然,最为明显的特征,当属并未出现绝对的票房爆款,不过,张艺谋的新电影《坚如磐石》还是脱颖而出,即将成为这个国庆党首部破十亿的影片。 而紧随其后的是前任四,然后是志愿军,雄斌初级莫斯科行动,但是对于这两部大片来说不及预期,甚至都有可能亏损收场。 尽管有这四部影片破译,但是除了坚如磐石,差距并不大,但对于张艺谋来说,继春节党满江洪后,如今的这部坚如磐石依然口碑两极分化,再度闹得沸沸扬扬,最终就有了如今惊心的痛批,炮轰,直接批张艺谋四话,句句独辣,毫不留情,但过分主观,不够客观公正的点评,还是无法让人认同的。 这一次,72岁的张艺谋被精心批得体无完肤,某种程度上正如知名电影人谭妃所说,一如既往,骂张艺谋成了一种政治正确,这次坚如磐石也不例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当有芯片问世,网络上便充斥着骂张艺谋的声音。 当然,如果拍了烂片,或者个人有问题,那么骂没有任何问题,就像当年的三腔,长成这样的烂片,骂一骂并不是坏事,可是如今显然并不那么糟糕,却依然骂声不觉入耳,似乎就有点问题了。 谭妃也是总结了历次骂的特点。 1.基本不研究文本,甚至没看就开骂。 2.每次骂的内容大同小异,完全可以换个骗子,就粘贴复制。 3.骂张艺谋利用流量,全部说自己骂张,也是为了流量。 4.骂法段子化,已经据好传播为目标。 5.骂法互相抄,甚至都不著名出处。 一方面声称自己尊重原创,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,而可随意填不知耻。 这五点内容不得不说可谓精准,确实就像这一次坚如磐石的骂声。 基本上也都是如此,甚至同期的前任司都没有这样的被骂。 可是,前任司或许才更加符合金星所说的四话。 前任司这样的影片都可以大行其道。 那么,坚如磐石就要挨骂吗? 首先,必须承认,坚如磐石问题颇多。 作为张艺谋的电影,他也是最不像张艺谋的。 在过往一众影片中,必然称不上上盛之作。 可是作为年语古稀的张艺谋来说,这样的挑战尝试,依然令人佩服。 尽管过程艰难,历史四年,删减众多,但最终还是与公众见面。 主体上也并未受到过度影响,还是有着深刻表达的。 更不要说,演员们都奉献了精彩表演,但也有极个别演员成为了败笔。 当然,还是那句话不影响主体。 豆瓣评分已降再降。 公众对这部影片有权自我表达和批评。 但是在当下的市场,这样的影片依然难能可贵。 当然,这毕竟是张艺谋的电影,所以自然就要求更高,更为挑剔。 但是,如今来看,负面差评并未影响到该片的票房。 在争议之下,坚如磐石,票房依然保持领先。 单日票房连续破亿。 而且是国庆党单日唯一一部票房连续破亿的影片。 尽管口碑两极分化。 争议四起,可是坚如磐石,能够脱颖而出。 还是证明着,这部影片受到了普通观众的认可。 知名演员张艺,在看了第二遍之后,发文大赞。 从导演到陈宇老师的剧本。 从罗潘老师的摄影到灯光设计。 从林牧老师的美术,到金之了杨江家赵楠的声音。 无意不令我拍案叫绝,更是说道, 好曲子值得反复听,每一个乐剧都会令人沉醉。 好的画作,值得反复品。 每一个笔触,都会令人万味。 好电影永远不过时,好表演。 值得我们这些从业者,反复揣摩和学习借鉴。 前央视主持人也是发文点评。 先是说到该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 诸如情节夸张,让演员都用力过度。 主要演员的角色,基本是单向度的机器人。 表演出感情,但完全先不起观者的情绪。 整个影片节奏一蹦到底, 都是强刺激,相当于没节奏。 剧情也让人糊涂,出现了许多问题。 当然,这些问题,大多数都是删减导致的。 但是,最后他还说到联系到现实, 竟觉得这片子不是一般的深刻啊。 对于坚如磐石,缺点是存在的。 但还完全不至于是烂片。 而张艺谋在年过古稀后,依然坚持探索创新,挑战全新类型片。 单单这一点上,就已经让人值得竖起大拇指。 至于金星所说的四话, 与张艺谋而言还很遥远。 但是,与其他导演和影片来说倒很符合。 如果是金星所说的四话, 那么,张艺谋是拍不出如今的坚如磐石的。 总之,继春节党之后,张艺谋又称霸国庆党。 73岁的张艺谋,老当义壮,语创票房神话。 这并不是偶然,自然也不是他爱骂的原因。 坚如磐石作为类型片, 在题材之内还是拍出了自己的特色和质感。